新疆棉花存在强迫劳动情况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被灭绝 3月7号 在中国两会新疆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上 新疆的全国人代代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驳斥污蔑言论 当天上午 新疆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 迎来近内外媒体关注 针对记者强迫劳动的提问 全国人代代表 轮台县铁乐客巴扎乡 萨伊买里村党支部书记 艾克热幕买买提名 结合亲身经历予以驳斥 艾克热幕买买提名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他介绍 如果采用人工采摘 按照采摘一公斤两元 一亩地300公斤的产量来计算 每亩地的采摘费用是600元 而如果采用采棉机采摘 一亩地的采摘费只有150元 学白的棉花是我们的金格的 我们这个种棉花挣钱 买车买漏风 过自己的好生活 请问我们种自己的地 摘自己的棉花 过自己的好生活 请问这还需要强迫吗 全国人大代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委书记 副主任金之震也提供了一组数据 2023年 新疆棉花产量达到511.2万吨 占全国产量的90%以上 这是新疆棉花连续5年总产量在500万吨以上 新疆棉花的面积 单产总量 调出量连续29年位居全国首位 金之震说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 棉花既是新疆的重要支柱产业 更是负民产业 中国有句话 叫司马昭之心 路人节制 美国 炮制所谓的法案 来打压制裁新疆的棉房产业 其实指是打着强迫劳动的幌子 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 强迫贫困 本质是想破坏新疆 团结稳定繁荣的局面 遏制中国的发展 对此 新疆各族人民绝不答应 美国的阴谋也绝不可能得逞 新疆的棉花 从种植 到采收 到进入炸花厂 再进入进行仿制 仿杀 特别是进入到杂花厂 仿杀 仿制 这个过程都是工厂 企业与员工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签署的规则进行 不仅保障了合理的收入 也是双方按照法律契约相互约定的 也包括给予社会保障的安排 针对最近有境外报道称新疆存在灭绝维吾尔族文化的提问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党委副书记团长蒂利夏提帕哈提进行反驳 地利夏提帕哈提表示 新疆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妥善维修和保护 具有新疆特色的少数民族运动也连续10年在自治区举办 2024年春晚 喀什分会场上热烈的新疆歌舞 特色的民族乐祭获得了将例外包括海外观众的热烈好评 那么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花园里 争起斗艳 插之烟红 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文化灭绝 这就是我给你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